有一年过年 全家近百口子都在祖宅的祠堂里吃饭 吃饭也看春晚 那个时候春晚还是蛮精彩的 赵本山还没有大红大字 我那个时候还小 对家里的事情不太了解 家里的大人也不会告诉小屁孩太多 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那个时候 还是停留在西游记封神榜 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水平上 于是我在看那个小品的时候 想起来金庸的那些小说 脱口就说了一句 弃功轻功都是骗人的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当时我说的声音很小 只有身边的几个书百能听见 一个做得尽点的大伯 历时就一个眼神告诉我 闭嘴 别说话 可我刚低头吃了两口饭 就听见主桌那边 有个管事的老头指着我说 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爷当时也在那桌 就说 这是某某的孩子 某某是我父亲的婊子 基本没人知道 就家里人之间才清楚 那个老头就饿了一声 道 是刚从北京回来的那个 我爷爷变点头说是 那个老头眯缝着眼 隔着老眼问道 那个小孩 你说说 鬼啊 神啊 这些是不是真的 我也就是人小胆子大 脱口说 假的啊 都是迷信 我们老师说 老头就有点生气的说 你们老师知道个屁 要是假的 这满屋子的人吃什么 说着就扔了一根筷子过来 正好插在我碗里的一个饺子上 当时我都吓傻了 十多米的距离呢 老头子就对我爷爷说 好好回家管管 也不怕出去让旁人笑话 我爷爷只得尴尬的点头说好 之后回家我就被他打了 第二天我父亲就来接我回城了 我当时就记得我爷爷特别愤怒 打我的时候说了很多 但说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就清楚地记得几句话 你知道什么 什么什么官的你知道了 江西什么什么 都是假的 可惜这些地名我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其中一个 是因为那时候电视台放生斗士 有点像黄金十二宫的名字 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那就是四川青阳宫 所以我废话这么多 就是为了告诉你们 我用一顿揍的代价 换来了一个真相 就是一些名声在外的宗教圣地 自然有名不副实 只是卖门票的 但还是有一些是真财实学 有高人隐居的 我有个大伯就曾经告诉我 他年轻的时候 有次晚上在武当山的太子坡附近 就看见一个倒是装扮模样的人影 直接从地上飞到了三四米高的树梢 踩着树尖消失在临海里了 他就告诉我 江湖还是存在的 能人还是有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这个大伯原来也是做这门生意的 后来说不适合做这个 就跑去开饭店了 他在这行里混过六年 也知道很多故事 但他很少对我说 我问过他 他告诉我 为什么你爷爷不干了去教书 你爸也不干去当兵 而且他们从小就不让你碰这个 我有了儿子也不会让他碰这行 能不干就不干 危险太大又苦 不是人干的 但我记得这个大伯说过一个 他自己的事情 那是他自己第一次出师 独自接活 那是发生在南京 九几年 具体忘了 故事的发生地 是中山临山脚下的某个大学 其实很多大学都有脏东西 也不一定是朋友 因为大学的建制 很多都是以前的坟地 有朋友也会有黄大仙之类的邪物 在这学生宿舍有部分房间 常年不见阳光 或者因为感情考试工作之类的 自我了断的低心理素质的学生又不少 更是加强了这类事件的发生 我以前大学对面的女生宿舍 就曾经有个女的因为找不到工作 在寒假里过年都没回家 就自己在卫生间上吊了 我们学校宿舍管理不紧 过年不回家的学生 也没有全部召集起来 统一安排住宿 只是让学生自己随便在原先宿舍里住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学生死后 直到第五天才被发现 还是因为保安看见 那个厕所的灯光一直在摇曳 就想上去关灯 进屋里才发现 不是因为风才摇晃 而是整个人掉在半空中 带动了吊灯的晃动 据说那个想不开的女学生 脸色都是紫青色的 整个尸体冻的就和石头一样了 当时保安就尿了 第二天就不干了 在人心惶惶的开学季里 大家都在讨论这事 有些女生下的厕所都不敢去上了 而我一直想不通的是 什么绳子质量这么好 四天都没断 南京那个大学出事的 是一个男生宿舍 每年这个宿舍的人都会出事 原本这个宿舍是用来当仓库的 因为房子比较老旧 所以也就一直没什么大事 可是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大学扩招 这个大学的教学楼什么的 都跟得上发展了 但就是学生宿舍这方面 还在建设中 所以当年的新生 有一部分住进了这几片老楼里 一开始 学校的一些老的教授都说这样不好 有一个在学校做了很多年的教工也说 这楼里不干净 以前经常有学生跳楼啊 割腕什么的 还都是一个宿舍里出来的 到最后整个楼都没人赶住了 学校就直接封了楼 改做仓库了 有人还查过 这个楼都是民国那时候建的 是这个大学建校所建的第一批建筑 后来抗日 日军图成这个楼都没什么事 据说连玻璃都没碎一块 这类说法越来越多 但是当时的校长是个少壮派 不信邪 所以大笔一挥 就成了某学院大一新生的男生宿舍 这群男生当时还很高兴 因为这个楼是旧一点 但是条件却是比其他宿舍楼好很多的 每间宿舍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浴室 都带着天台 可是他们没高兴一个月 就出了事情了 一个男生晾衣服 失足摔了下去 一下子成了植物人 一个男的从楼梯滚了下去 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剩下一个男生 中午逃课在屋里睡觉 吊扇掉了下来 被砸得头破血流 所以说 逃课也是有危险的 而且 这三个人都是同一间宿舍的 短短的几天内 相继出事 再缺心眼的校长 也知道事情不对头了 这下校长也慌了 不信邪也不行了 就出去找人了 其实我讲的已经很多了 南京的同学或者在南京上过学的 都猜出来是哪个学校了吧 其实南京这个城 阴气是很重的 中国的南北中三都 南京是阴气最盛的 北京和西安都远远不及 有人说是因为抗日时候的屠城 但历史上被屠过城的城市数不胜数 也没见哪个和南京一样邪气 虽然抗日那场杀戮死的人很多 但也不会达到这种程度 有人就说 其实从古时候南京就已经是这样了 特别在近代 太平天国 金陵府的浩劫几乎达到了顶峰 大清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死于那场战争 我不管历史课本上是怎么说的 说这是民族英雄 农民起义 反抗暴政什么的 但我知道的就是 太平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所到之地 赤地千里 直到他灭亡 他的云孽孽军刘子军什么的 依旧是一路杀戮 太平军更是发明了很多人吃人的方法 特别是他的几位天王 有一些也是修道之人 沾上了吃人脑 采阴之类的邪术 自作孽不可活 正是因为这种 从上而下制度性的腐败 加速了这个帝国的毁灭 大清虽然腐朽 但是命数未尽 太平军虽然当时占了很大的优势 但他不会发展 只懂得以战养战 最终有为天理 气数尽了 也就亡了 太平军更是发展出了 一套残酷的战争模式 以民带兵 士兵混在百姓之中 一起进攻清军 清军不忍心杀老百姓 太平军就趁机占领城门 进攻的时候拿百姓当党剑牌 撤退的时候当肉盾后卫军 后来曾国藩的乡军见人就杀 不分军民 太平军的优势一下子就没有了 太平军的占领地所有人口 全部都抓走 打仗的当兵 当不了的就当军粮或者肉盾 乡军后来也对太平军领地的居民 实施这一策略 于是中国几千年的战争史上 出现了这一幕 两帮人打仗 先屠杀附近的居民 百姓杀光了 再开始打 后来这一幕 又在淮海战役中发生了 说这么多 我只是说一个事实 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的 南北两都 南边的都不能长久 北边的可想百年盛世 于是这也是为什么当年 毛决定不在南京建都的原因 地理上南京北京都不是建都的理想地点 西安却是不错的 朱棣当年 就是因为他那个修帝王学的军师 姚广校的风水之说 所以废掉了南京 决定移都北京 更是说出了天子守国门的豪言壮语 不然 估计大明早就被北边的游牧民族 步步蚕食掉了 南京那方面的人才很多 但为什么学校会找到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就没什么人知道了 也许是刚文革没几年那会 没人敢出来 或者是新人收费便宜 学校教育机构 弄这个事 发票报销比较难 但我觉得那个大伯的说法比较靠谱 他的意思是学校找到了家里的老人 但家里人觉得这是个小问题 不严重 就推给他了 算是锻炼新人的意思 所以这个大伯就自己骑着自行车 去了那个学校 他先在楼下转了几圈 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然后就进了楼 顿时觉得这个楼有阴气 而且布局十分诡异 那个楼怎么布局的我也不知道 这是大伯说 是很少见的一个格局 一想当年建设的时候是民国 风水学正流行 一般的工匠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一定是这个楼后期被人改建改坏了 一问果然 原来这个楼是个配楼 后来改成宿舍的时候 不得已就建了很多家墙 隔出来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宿舍 一二楼还算好的 上了三楼 老头子刹那间就觉得 自己似乎是进了坟场一样 具体的感觉不好形容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的 瞬间就有了这个感觉 只是绕着这个楼层走了好几圈 画了一个简易的横面图 大波拿着那张图蹲在楼梯口抽烟 盯着图看了好几分钟 这个时候这栋楼已经被清空了 临时找了别的楼去宿舍楼 就算不清空 估计也没学生敢在楼里住了 所以大波就自己坐在 三楼的楼梯上抽烟 第一次出来做事 自然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头绪 渐渐的他一盒烟都抽光了 他也没想出来要怎么办 后来无意中 他探着脑袋 往楼梯间隔的下面去看 无聊中他就把烟头丢下去了 当时这个楼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木制的 起码楼梯什么的是全木制的 所以大波刚溜烟头就后悔了 他万一弄着了 把自己烧死在楼里 所以他赶忙救下楼去灭烟头 然后怪事就发生的 他说自己当时救下楼梯 可是连续拐了好几个弯 发现自己还是处于三楼与二楼之间 当时他就慌了 他知道自己是遇见立板了 立板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鬼打墙 前面我说了 家里人不喜欢用鬼这个字眼 就说是道路前面立了棺材板 也就是棺材板挡路 简称立板 后来家里人正话反说 求辟邪 就说成板栗 渐渐的 他们就把遇见鬼打墙这种事 说是吃了栗子 大波一看自己吃了栗子 马上就不走了 一看时间 竟然已经是晚上七点左右了 他当时进楼 就选了下午五点左右 暮色刚起 日光未落之际 可以更好地感受这方面的东西 可是就蹲地抽了几根烟的时间 就过去了两个小时 傻子也知道这是不对头了 所以大波马上坐在地上不走了 想一想要怎么办 可是他知道自己要快 不然拖下去夜色更深 他也就越发地危险 这个时候 他就拿着原先画的草图继续看 当时我就说 你不害怕吗 还有闲心思看那个草图 大波就说 怕也没用啊 选择做这个 就做好了死于非命的准备了 而且大波还特别说 因为所谓的鬼打墙 破起来是很容易的 什么鞋子倒穿才脚印 随地大小便 坐等天亮等等的 随便一个都可以 但是现在是主动撞上了 他就想顺藤摸瓜 把这个事情就在当晚解决了 也省得自己再找来找去的 而且坐这行的 身上自然少不了护身符之类的 这些护身符 完全不是旅游景点买的那种街摊货 在外人那里也是千金难求的 而他还是这么容易就着了道 所以他也不得不加倍小心一点 大波看了一会那个草图 忽然灵光一闪 把那张图上下颠倒 倒过来一看 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他为了试验一下自己的摄像 就原路退回三楼 果然自己几步就让回了三楼的地板上 他再次下了三楼 马上又发现 自己被困在了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上 原来朋友就是想让他留在三楼 不想让他离开啊 大波当时就笑了 对着空气说 以前是人气多 阳气盛 你还玩不出什么花样 最多害几个学生 现在楼里没人了 你本事大了 想弄死我 我看看咱们谁把谁弄死 原来大波已经发现 整个三楼的布局 竟然是古时候西汉时候的迅坑 迅坑是一种迅藏模式 不知道考古专业 对此的准确称呼是什么 但家里坐着行的都知道迅坑整个字眼 因为偶尔会遇见一些丧心病狂的败类 做这类事情 西汉时候 因为连年征战 人口增长缓慢 所以朝廷早已经废除了殉葬 这一灭绝人道的埋葬方式 可是 生活在如今社会的人们都知道啊 官方还不让公款吃喝呢 可你看看 酒店门口的公车多还是私车多 所以那时的将相们 就想出了一条对策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空间重叠技术 他们把一个平面上的墓葬 变成了多个层面 具体的方式就很简单 肩墓快骏弓的时候 到了底层 就在相应的位置上挖上洞 弄几个活人放里面 放上食物 让他们十天半个月死不了 然后上面盖上板子之类的 就算完事了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中的 很多殉葬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 反正有吃有喝的还给钱 所以也不去管 等到下葬的时候 彻底把殉坑封闭上 里面的人不是饥饿而死 就是缺氧致死 而且古人最觉得就是 墓主人的棺果在方位上 正好处于压制迅坑的地点 有的甚至就在迅坑的正上方 而迅坑的石板之类的连接处 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处理 比如种上什么植物 或者用极易风干灰化的物质 总之在墓封闭的几天之内 石板就会自动脱离 石峻坑里的那些人 完全暴露在坟墓内的空气中 完全地达到忽悠墓主 永世为奴的目的 很明显 大伯的楼梯下方那整整两层楼 都被当成迅坑来使用了 整个三楼就是真正的墓室 而墓主人的房间 自然就是那个 常年出世的学生宿舍 大伯很奇怪 因为按照这种格局 那间宿舍应该是大吉之招 用了两层楼的人气 借助那么多人的运势 甚至血光 原本应该就算不是飞黄腾达 也要试试碎星的 可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凶宅呢 大伯就决定直接去那间宿舍一趟 看看情况 而大伯还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 是哪个丧尽天良的 把好端端的一栋楼 弄成这样的一个迅坑 大伯没费什么劲就进了那间宿舍 可是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隐隐之中 直觉又告诉他 一定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大伯就在那不大的宿舍里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明明答案就在手边了 似乎自己一伸手 就可以把他揽入怀中 可无奈的是你 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他 所以你就如同白爪挠心一样 备受煎熬 大伯在转了无数个圈之后 就第一坐 打坐入定了 到家修身养气 各门都是相同的 可大伯确实用这一法门 来做别的事情 那就是感受阴气 当你无感封闭的时候 你的内心对外界的接触能力 往往会加倍的增强 就像歌手唱歌闭眼陶醉 讨生思考解题方法眼神放空 或者生都是打架 插下自己的双眼 受到外界的干扰越少 你所需要使用的能力 自然会发挥的超长起来 大伯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 就一直那样坐着 忽然就感觉自己的紧后 似乎有了一种 有人把气息吐到他后脑勺的感觉 大伯当时一下子脑袋都要炸了 说不怕那是假的 第一次出来自己做事 可他自然也明白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睁眼 一切照旧 渐渐的 那种感觉消失了 反而有了别的情况 还是自己的紧后 总是感觉有人在他的脖子后面 撩来撩去 很轻 很不易察觉 一触即眉 不一会又是轻轻的一触 大伯等了足足几分钟 这种感觉一直存在 他知道自己不能等下去了 他就睁开眼 用眼睛的余光去扫 可是什么都看不见 他又没敢回头去看 于是就一直这么僵持着 大伯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名字叫做水盘子 其实和名字一样 就是个放满水的盘子 摆好盘子 倒上无根水 然后就和镜子一样 可以利用倒影 看到一些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有些人可以直接开天眼 但资质问题 对于一些不适合开天眼的破音者 就要利用一些别的手段 比如烧香看烟 听铃铛的回音 看罗盘什么的 这个大伯用的就是水盘子 可是大伯看了半天 也没看见水盘子里有什么 很无奈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就想把盘子收了 就在他往回撤盘子的时候 一下子就扫到了一个黑影 竟然是自己背后那面墙上的影子 当时大伯是面对阳台的 外面月光正浓 所以身后的面壁出现的影子 自然就是他身后的东西弄出来的 大伯这才知道 是什么东西在一直碰他的后脑勺 一个直挺挺的黑影 像是一个钟摆一样 在半空中以一定的频率来回的晃荡 你们觉得那是什么 大伯知道了 那就是一个上吊死吊的人 悬在半空中 而一直碰触他后脑勺的 就是吊死鬼的足尖 当下大伯就明白了 也不废话 直接出了宿舍 下了楼 什么鬼打墙也没用 刚才也不是出不去 而是不想出去而已 大伯一出那栋楼 就看见学校的人正在门口焦急地等他 一见他出来了 都放下心来 说怎么进去了那么久 以为他出事了 但又事先被告诉了不能进楼 所以很矛盾要不要进去看看 大伯就说没事了 明天找几个民工 金楼里拆墙 大伯一看那个黑影 心里大概就有了主意 基本就是冤魂被困 所以才不得已 一次次地重现自己死时的场景 这个楼的布局诡异 所以死在里面的人的魂魄都出不去 迅坑的主要目的就是留住墓主 希望他有朝一日还魂复活 就和吉金字塔的木乃伊一样 可是大伯始终不明白 好端端的一个不错的楼 干嘛要搞成这个样子 而且又变了个凶宅呢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请了一个土木的专家 盖了一辈子的房子 就让他来看看哪里有家墙之类的 后来那个人转了一圈说 这个楼盖的有问题 但是承重墙是不可能动的 就是楼层有点虚高 大伯就心领神会 直接叫人开始砸地板和天花板 然后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地板下面有个死尸 天花板里也藏着四具死尸 地板那个有六七十年了 天花板上的四十多年 大伯说 应该是当年 要改建这个楼的人做了手脚 把家里仙人的遗骨 放在了地板下面 还用水泥浇筑 要不是大张旗鼓地打砸 也一直不会发现 为了就是借用这个布局 帮助自家后人提升运势 死人用活人 这样问题会小得多 一是学生是流动的 不会因长期居住 而出什么大的问题 很难被发现 所以这间屋子 应该当年就是当作仓库使用的 算是他家仙人的墓室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天花板的那四个人 都是年轻的女性 据推测应该是南京保卫站 藏在天花板家层里的学生 不知道怎么就都死在里面了 这个楼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翻修 要翻修也是上屋梁 没人料到在天花板和屋檐之间 竟然还有一个狭小的隔层 隔层里面还有四个可怜的女学生 于是问题出现了 墓主人的地盘上 多了四个凌驾于他之上的人 还都是女婴 所以你想一下 家在他们之间过日子的学生 会有好日子过吗 至于那个上吊的人影 应该就是不知道哪带 被他们逼死的学生的冤魂了 所以朋友们越凑越多 事情就越来越诡异 事后这个楼在第二年就被拆了 建了一个食堂 食堂是冻火的 阳间的灶火去牙阴间邪火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不过这学校从此还真太平了 也不知这个学校的学生 现在在他们那个食堂里吃饭 要是想到这些事情 会不会吃不下去啊 不过说句题外话 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倒是真好吃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